前段事件,东周刊爆了了一起社会事件,池山自前主持不紧破戒吃肉,还有了淘息新闻,引得传承热议。 本以为指示各社会事件,没想到又牵出演员陈志尧的旧事。 原来早在2005年的时候,陈志尧就被捕到跟一位娱乐记者交往过密,两人还被拍到深夜在沙滩漫步拥抱。 程度农时,更是直接在楼梯上搂着撥紫激文。 关键是,这名记者是为女性,陈志尧因此被捕出是同性恋者。 周刊捕出后,陈志尧再接受采访时,直接承认自己是同性恋,并反问有什么问题吗? 那可是2005年的,那公开承认是同性恋的普通人都很少,更何况是艾人,要有绝对够大胆够直接。 不过这段恋情后来无疾而终,再后来就是他跟王浩信的恋情,被捕出了。 当时王浩信和陈志尧,被八卦周刊拍到在泳池旁激文,标题很震撼,欲拨72小时。 之后没多狗王浩信,就公开求婚陈志尧。 五个月后就生下了女儿。 当年王浩信和陈志尧,在香港都名气不大,靠合体受恩爱,倒也能拨得一些关注。 只可惜,王浩信并不是耍穿恩爱妻男,婚前婚后都是花边新闻不断。 王浩信最早的出轨市,可以追溯到13年前。 2011年,他和陈志尧即将举行婚礼前不久。 媒体却突然爆出,王浩信领注陈观戏的前任。 16岁的怨无谢志尧回到自己的家中。 两人被密商会了五个小时之后,谢志尧才离开,头发还是湿的。 甚至还被狗仔门拍到了,他已情地亲自上下楼,接送谢志尧的视频。 后来甚至还被曝出,谢志尧要求王浩信吸20万的封口费, 收钱后回家秘密堕胎的丑闻。 但为了保住他最后的颜面,陈志尧还是选择站了出来,为他开脱。 说他们俩,只是在家和朋友开派对,绝对没有发生什么不正当的事情。 之后也是越临近分歧,非民爆出的就越频繁。 王浩信曾被媒体爬出,在婚前争积极极追求过庄思明。 而且两人借住一起去新加坡工作的机会,常常约住一起出去游玩。 但在王浩信追求他期间,被捕出是个三心意义的渣男。 所以两人是否有过一段感情,也只有双方自己知道了。 在王浩信与陈志尧结婚当夜,庄思明并没有出现在婚礼现场。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,也表示两人之前,只是一起出去旅行过。 只是普通的朋友,而且与陈志尧也不熟。 不想被牵者进去,自知或清界限。 陈志尧与王浩信结婚后的第四年,也就是2015年。 王浩信与王申永一起合拍了一部东坡家事。 据说两人在拍戏时时期,在片场时,表现得十分亲密。 一点而也不被委周围,还有其他的演员和工作人员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陈志尧知道这件事后戏到与王浩信奋房睡。 但不想担老公的演艺事业的他。 还是选择了在外尽力维护,王浩信是个顾家的好男人的形象。 可王浩信滥情的这一点,还是不知悔改。 借着拍戏的名义,和女明星拍拖,在他身上也成了女见不鲜的平常事。 在拍摄和深风布衫的同事,又与世龙泰陈慧其传出了非文。 有人指出,刚讯好租单位,以此来方便两人物会调情。 在面对媒体们的询问时。 他也是解释说,两人并没有不正当的关系。 这种事纯属是无中生有。 希望媒体不要进行这些不实的报道,以免伤害到其他人。 陈慧琪面对媒体的采访,也是选择成清说。 两人只是碰面打一下,招呼的普通同事关系疑疑。 2018年黄浩信在拍摄新剧《兄弟时》,又与同剧组的女演员龚家敏转过一段非文。 当时拍戏的地点远在英国,两人远离了狗仔和江浩信妻子陈志瑶的监督。 江浩敏也借此主动大献殷勤,在工作之余请黄浩信喝咖啡。 时不时的还请教黄浩信演戏的技巧。 有时为了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,还主动让黄浩信替他拍照。 普通的男人也顶不住。 一个爱撒嬌爱卖盟的姑娘对自己这般的讨好。 更别说一向濫情的黄浩信了。 他两之间的关系剧组的人也都知道,只是明面上不说。 但事后,两人在为这部剧组宣传时都否认了这段关系。 江浩敏也表示自己拍完戏之后,也与黄浩信断了联络。 两人只是合作拍戏的伙伴关系。 黄浩信和蔡司背那当指示,也算是众所周知了。 南方不紧被拍到刘叔蔡司背香归,他们还毫不避嫌地一起走红毯。 其间蔡司背全程挽住黄浩信,骄傲得像只斗胜的恐将,在红毯上摇曳生枝。 彼时黄浩信的正牌妻子陈志尧尧,即一人登场好不孤单。 所以他指示黑恋,也不可避免地被外界怀疑,是因为不满黄浩信的涂色飞闻,所以不及其面子。 虽说事后陈志尧出面澄清了黑恋风波,但关于两人感情生变的传闻,还是一时甚敲尘尚。 自此开始,黄浩信和陈志尧的分辨风波,变成为了娱乐新闻的常客,也得不少吃瓜群众议论纷纷。 尽管两位当事人都极力否认,但陈志尧渐渐渐冷漠的态度,以及极力撇清与黄浩信关系的行为,似乎已经招视了他们关系的结局。 2018年6月的时候,各路媒体纷纷报道黄浩信与妻子陈志尧再次陷入分辨的风波。 陈志尧再参加商业活动时,也借此机会澄清到,首先一直以来他没有提过离婚,其次他也没有赶过老公滚出家门。 最后,他们的孩子也依旧和两人住在一起。 两人从结婚到2018年的这个时候,陈志尧的态度一直以来都视以维护丈夫的形象为重, 从未在媒体面前说过他的不是,黄浩信为了感激妻子的体量和包容。 也曾当面在媒体面前承诺要买一栋房子送给老婆,以此表达对这些年来老婆为家庭的付出。 不久后,黄浩信说到做到,还真是买了一栋房子, 只不过房本上写的是自己妈妈的名字。 这种举动,让一向对他包容付出的陈志尧感到了委屈, 认为自己的付出,没有得到丈夫的回应。 陈志尧觉得这么多年来,自己为了家庭, 为了他的事业,选择每次闹出分辨风波时, 都出来澄清还力挺他。 结果反倒好,自己什么好处也没落下, 就连房子也不肯写自己的名字。 这也让陈志尧自此之后,对他大失所望, 也是折带寒了心。 从此往后,对他的态度,也变得冷漠起来。 除此之外,大家肯定也肯纳闻。 为什么陈志尧,每次在面对丈夫遭遇分辨的时候, 都选择了引起吞声,而不是果断地与其来分离? 难道真的只是单纯出于太爱黄浩信的缘故吗? 原因当然没有那么简单。 陈志尧和黄浩信的相识, 也是源自两人一起拍戏的巧合之下。 那时两个人,还都只是三四线的小配角。 众人皆知,黄浩信是一个花花公子。 然而陈志尧,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。 早期,他的花边情史, 也是一点而也不被黄浩信笑。 05年的时候,曾被狗仔拍到, 和一个女记者当街接吻。 两人还手还手地框街, 被捕出来时, 他也选择了主动承认出柜, 但之后又否认了。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 这其中肯定有契竅。 07年时, 又被前男友的《裸照示录事件》牵连进去。 尽管他那边选择了及时否认, 但抛出来的照片, 很明显的就能推测出事他。 这种影响不好的新闻接连部出, 使他之后的演艺生涯, 也受到了阻碍。 虽然拍的戏不少, 但都未能以主角的形式参演。 08年, 黄浩信在拍戏时, 一眼就看中了, 容貌搞好的陈志尧, 并对他展开了追求。 两人交往期间, 曾被狗仔们拍到过, 许多尺度较大的约会照片, 两人在交往的几年里。 由于黄浩信, 也是歌出了名的花心汗, 所以分分合合也是尝试。 面对丈夫的女次出轨, 他都选择原谅, 并且尽力维护他的好男人形象。 这不仅是出于对他的爱, 更多的是因为。 如果他现在提出离婚, 想要再次在娱乐圈, 复出拍戏的话。 由于他已不是早年期间, 哪个年轻貌美的少女了, 所以拿不到什么好的资源不说, 赚的钱肯定也不多。 弄不好连自己都养不起, 而且离婚的话。 万一孩子判及了自己, 又有什么足够的前和时间去照顾他呢? 他需要时间自己先强大起来。 两人的女儿黄正乔, 现年十二岁, 大部分时间由陈志尧照顾, 黄浩信不时又会跟女儿一起出镜, 陈志尧此时总会引申, 沉默以对。 从2021年开始, 陈志尧选择了复出。 而且合作的演员, 也都是小鲜肉, 双方的互动, 也越来越大胆, 甚至鼓励合作的小鲜肉, 可以放心大胆地对自己想下其手。 这样公然打脸言任老公, 真的好吗? 不过, 陈志尧似乎并不在意。 陈志尧再出席原学家李居明的书发展时, 当被媒体问到夫妻关系如何时, 陈志尧将问题抛给李居明回答, 我想到李居明竟然脱口已出, 必须问我, 他又不想复合。 此言一出, 急得陈志尧急忙用夹搏找案却李居明, 似乎有意隐瞒他和王好逊的婚姻情况。 其实娱乐圈偷偷结婚, 偷偷离婚的情况并不少见, 这也都不是耍身先事宜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 当媒体问到陈志尧是否有打算再生一个儿子时, 李居明则表示, 他们的夫妻关系早已破裂, 生儿子这件事估计是没气了。 陈志尧说许莫想到, 李居明竟然敢于此说话, 于是活动结束之后, 急忙找到媒体澄清此事, 说李大师指示再开玩笑而以, 希望大家自物当真。 或许, 陈志尧对王好逊依旧恋恋不舍霸, 毕竟两人之间, 还有一个孩子。 据业内人士透露, 陈志尧已经正式向蔡司贝宣战, 对外放话称, 只要有蔡司贝出演的戏, 他都不会接, 如果有蔡司贝出席的活动, 那就不要再邀请他参加了。 如今40岁的陈志尧, 说他已经不想再做面子功夫了, 只想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了罢。